猩猩妈妈 他长这么大了 你看 他长得多帅啊 是啊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长成一头 熊壮的大猩猩的 是啊 他真的非常棒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是啊 在母亲眼里 自己的儿子 总是最棒的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啊 不会是人类来了吧 人类 是啊 前一阵子 我看到有一群人类 进入了我们这片丛林 而且 他们还拿着枪呢 快找找看 刚刚好像有看到星星的 人类 真的是人类来了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宝贝 报警我 我们要离开这里 宝贝 我的宝贝 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不能下去 太危险了 你的孩子已经死掉了 你不能再白白丢掉性命 我们好像打中了 快去那边看看 人类来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有危险的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星星 每天都以泪洗面 她总感觉自己的孩子还在身边 并没有死 你不要太伤心了 振作起来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是啊 你吃点东西吧 你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哭声 是孩子的哭声 是我的宝贝 她这是怎么了 不会出现幻觉了吧 不对 真的有哭声 你听 真的有孩子的哭声啊 不过 这声音听起来 可不像是小星星 发出来的声音 宝贝 不要害怕 妈妈马上就来了 好可怜的小家伙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来 抱抱 你饿了 不要着急 慢慢吃 慢慢吃 随着母星星的奶水 缓缓地流入小婴儿的口中 她的母性 也渐渐地注入了她的身体 就这样 母星星将这个女婴抱走了 很想养她 我很想要有一个孩子 你不能养她 她可是人类的孩子 你想孩子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她不属于我们的 不 她属于我 她是我的孩子 你看 她很可爱的呢 就这样 母星星一直哺育这个女婴 到她长大断奶 能够自己独立生存为止 而这个女孩 也学得像星星一样 能够在林间 飞快地穿梭 我的孩子回来了 饿了吧 你看 我给你准备了香蕉 妈妈 我也给你带回来一些香蕉 好甜啊 你也尝尝吧 嗯 真好吃 我的孩子真的很棒的 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人心怪物 难道这里真的有怪物 你不会是眼花了吧 把一头小星星看成了怪物 呵呵呵 我不抓了那么多只星星 什么样的没见过 怎么会分不出星星和怪物的区别呢 那你说 星星群里的那个怪物究竟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才想将它抓住 这两位猎人设置的陷阱 终于将那个人心怪物引来 经过一番搏斗 他们最终将其制服 并用绳子将它牢牢捆住 天啊 她是一个小女孩 这是怎么回事 我经常听说小孩子会被野兽养大 变成蓝海 暴海 我想这个孩子应该是从小被猩猩养大的 他应该是个猩猩吧 或许是这样的 他看起来有十岁左右了 不知道能不能把他身上的野性去掉 恢复成普通的人 我认识一位动物博士 他非常有专业和爱心的 我想这位博士应该能帮他恢复正常 这个小女孩被送到动物博士那里后 这位博士变组了一个专业小组 承担了改造他的重任 而且还给他取名叫做阿力 他吃饭吃得很起劲哦 今天他表现怎么样啊 哦 博士 他还是不肯穿衣服 不过经过这么久的训练 他已经接受熟食了 不过他还是习惯用手抓食物吃 他跟着星星生活了十年 要想改变 谈何容易 这是一场人性和兽性的较量 我相信人性一定能战胜兽性 嗯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让他的行为 习惯 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 都慢慢人性化 要想改变他的行为习惯 或许有可能 但如果让他学会语言 可是非常困难 是啊 语言学习的确是最难的 不过说起来这个小女孩真的很聪明 我想在我们的帮助下 他应该能够恢复成一位正常人的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懈 奇迹终于发生了 阿丽不但行为习惯和普通人无异 就连最困难的语言关卡 也渐渐克服了 最后他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阿丽 你就是一个奇迹 谁能想到十几年前 你会是那个样子啊 这还得感谢博士宁啊 不过 这些日子我内心总是感到无限的思念 无限的思念 你思念谁啊 我思念我的那位星星妈妈 随着时间越长 我对他的思念越深 博士 我想回去看看他 阿丽 要知道已经经过十几年了 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就算活着 他也不一定会认得你啊 博士 我相信我的星星妈妈还活着 而且我坚信他一定认得我 博士 请您带我回那片丛林吧 那好吧 我带你回去找他 谢谢博士 就这样 阿丽跟着博士 来到了那片森林 寻找他的星星母亲 捕获你的猎人告诉我说 你当时就是在这片丛林生活 可是这片山林实在太大了 要想找到你的星星母亲 无异于大海捞针 妈妈 我回来了 我回来找你了 阿丽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啊 不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十几年了 他竟然还没忘掉星星的语言 他们来了 我的伙伴来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竟然真的能召唤星星来 嗨 同伴们 是我啊 你们还记得我吗 妈妈 这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来了 妈妈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啊 不可思议 真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一幕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时隔十几年 这只星星竟然还认得它受养的孩子 妈妈,你真的老了 看得出来,你现在行动很不方便 这样一来,你要如何在这里生活 阿丽,我们待在这里也很久了 你也见到了你的母亲,我们该回去了 不是,我想将星星妈妈带到我家里 我想养着它 可是它的家应该在森林里的 没错,这里是它的家 但我的家也应该是它的家啊 好吧,如果它愿意跟你离开丛林的话 那你就带它回家吧 妈妈,跟我走吧,我们回家 妈妈,走啊,我们回家啊 你已经老了,我可以好好照顾你的 阿丽,她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 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 妈妈,你真的不要跟我走吗 我会好好保护你,让你享受天年的 妈妈,我会想念你的 最终,星星妈妈没有跟着阿丽离开森林 她一直站在丛林边缘 看着阿丽和博士越走越远 直至从视线里消失 再见了,我的同伴们 再见了,我的星星妈妈 我会看着阿丽离开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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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着阿丽离开森林